我觉得沈凌这么一个温和的人 我觉得她已经到了 这个崩溃和发火的边缘了 首先不让大家猜 你来猜也猜 你觉得沈凌还能回去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 对于我来说不是问题 沈凌啊 我们这私下叫她什么 叫她君子 千千君子 对 这倒是 她在做任何事的情况下 她都有一个 就是我心中认为 她有一个极大的忍耐度 所以说就是刚才 她即使离开了我们的拍摄现场 她调整一下 也可能她次 我不知道她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样的 她可能心里极不开心 极不快乐 甚至到了一个愤怒和崩溃的边缘 她像主持人都有这个能力 然后转过来 跟着朋友又回到自己的状态 我相信她是这样的 到底是否会回来 接下来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对不起啊 我觉得今天断的有一点太多了 其实我们拍摄的 就是没办法 就是弟弟 或者大家都这样拍 都这样拍啊 就觉得我们拍 怎么了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过多了 有一些是可以避免的 比如我们机器有没有电啊 什么这种 包括我们工作人员都在现场 我们可以 拦一下 有一些 就观众啊 因为拍照签名这些都可以 但是一定要在我们工作完之后 你平时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我们被投一次 其实我也是投一次 没事 我觉得就是我们确认好 就是 我们 下一遍就是缓解 该放的东西 我们所有的机位啊 什么都确认好 沈凌做外景嘉宾 遭遇到了栏目组的连环整骨 一步步的把沈凌的耐性摸没 然而她却不知道 这只是我们的预热 更极致的整骨还没开始呢 沈凌 你可要小心哦 但是我们可以 然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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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看不到了 然后咱们再 问你 确认都好了 我确认都好了 这个情绪一定 再调动起来 不好意思 然后咱们再 从头来一次 好 确认都好了 我确认都好了 不然等一下就真的很难调动情绪 对不起 再来一次 就大部分就前面什么都没发生过 再来一次 来 3 2 1 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孝林健保也快乐 我是小黑 那么今天来到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著名主持人 沈灵 小黑你好 大家好我是沈灵 不行不行 小黑就是 我现在特别没有情绪 我们都录四遍了 想一想年底的假期 没有假期 想一想年中的奖金 没有 想一想幸福的家庭 刚跟男朋友分手 这么惨 你说我能高兴起来吗 这么个节目录了四遍 这么惨害主持人太自愿了 这样吧 我简单介绍几下 然后之后 你来带动我一下 你来传这个线 然后我往下问 我现在就特别没有情绪 这样 你可以 我们少一些来回的互动吧 因为我不晓得你要问什么问题 不晓得流程是什么样的 就是这样 前面就还是寒暄 然后后面的专业方面的东西 我来说 3 2 1 开始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新孝林健保也快乐 我是小黑 那今天很荣幸呢 请到我的好朋友 沈灵 欢迎 小黑你好 大家好 我是沈灵 来做客我的节目 心情怎么样 非常开心 而且今天听说有古董 是不是 对 那平时你喜欢古董吗 我喜欢啊 但是我顶多只能说 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看 或者这个东西美不美 我觉得沈灵那么聪明 其实摆在我们面前 这三个 就有真的 对 有一件 是真品 你说 要我分辨出哪个是真的吗 对 这个的话 它的花纹要比这个 之前的这个瓶子要细致一些 清朝的 比较近代 所以我可以理解它比较干净的 到了杯热茶 您再喝点 您也挺辛苦的 亲爱的我们在录影 我知道我知道 对我们现在不需要中间喝 我说过了说就是说在录影 等会下来的时候可以跟我合个影 但是我临时有个会要安排 所以我想就是问一下 能不能咱们提前在这儿先照一张 然后我就可以去测草看 哎呦 亲爱的你这一进来我们又要丑陆了 就我给我同牌拍了 我提供这么一个场所 而且刚才我看好多人都有跟 陈老师 不是因为我前面都已经断了 你再来我这怎么办呢 这已经主持人都没有 你看我本身也是好意把茶送上来 是不是 就是说我只是希望 能让人来认他一下吗 我只是希望跟陈老师合作 也更有问题吗 而且我提问那个场合 行行好好 别别别 就是大家就别生气 大家都是出于好意 因为我敌气气气 一会儿要去开会 我们是有意的啊 陈老师 你就再怎么样 你不能现在进来呀 我只是很小的一个心愿吧 我没想到什么别的 行行行 那个任务拍完 拍完看你走 好吗 陈老师 就一个合影就行了